而这航空坠毁的意外呢 今天也导致了复兴航空陆续取消了六个班次的航班 其他的航班也略是有延误的 一架飞机恢复派飞 但是民众表示就算后机时间久一点 他们也得搭 对于国内的飞安还是保持信心的 上午复兴航空取消了六个班次的航班 包括了飞花莲台东金门还有马公的ATR57600型的飞机 通通取消或是延误 民众表示为了工作还是得搭飞机 检修的时间久一点也得等 九点的是另外一个型号的 所以可能是我在想应该是同一个型号 所以他们在检查上面会比较仔细 那他说大概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所以七点有可能九点以前才会飞 复兴航空发生了这些重大事故 原本ATR57600型号的飞机 都是计划要拿来投入今年春节书运工作的 现在恐怕通通要撤回紧急做检查 航班上面的调整一定会 但是我们至于这个飞机 应该还是听我们主管当局的民航局的一个指示 民航局要求各家航空公司要全面检修 同型的ATR72型的飞机 或是航空早上已经取消了六个班次 预计今天有八架的客机会全面的完成检修 在陆续恢复派机 目前已经放飞一架 另外利荣航空预计今天会正常的请假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